澳洲最大的商业银行 联邦银行依然看涨澳元 美国方面再次开始了 2万亿以上美元的资金计划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麦 今天是4月15号星期四 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刚才说到了 我们先来聊一下澳元 众所周知 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澳元和美元的汇率 一度是跌破了0.6的大关 当时的最低价格只有0.5840 但是仅仅不到半年时间 由于澳洲疫情控制相对比较顺利 使得澳元价格是突飞猛进 一度在去年年底 达到了和美元0.80的汇率 那么从0.59到0.80中间的0.21 除以它原先本身的0.59 涨幅是接近于33% 如此高的涨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来说 都是非常罕见 那么正像我们之前说到 澳元在去年大规模的反弹 主要就是来自于 第一 澳洲疫情控制相对得利 第二 就是由于中国在控制疫情之后 为了重振经济 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这些基建项目 自然就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原材料 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刚才的原材料铁矿石 所以证实这些对于铁矿石 强劲的需求 加上澳洲疫情控制 全球领先 使得澳元在短短半年时间之内 从底部反弹了30% 那么最近澳洲最大的银行 联邦银行则继续宣称 他们对于澳元的估值认为 目前即使是现在澳元和美元的价格 是0.76的汇率 他们觉得澳元依然是被低估了 根据他们的判断 澳元和美元的合理价格 应该是在0.75至0.9 但是这个区间在我看来 是给的稍微大了一些 你怎么不说0.1到0.9之间的 再说大一点不是更牛 这么大的区间范围 那不管怎么样 有很大可能 澳元和美元都会在这范围之内 这就显得 怎么说呢 就是觉得似乎就是在逃避责任 或者是不敢说话 你要是水平高 你完全可以说澳元和美元 将会在0.8到0.81之间 距离越近 显示的判断越精准 你现在给出了0.75到0.9之间 整整1500个点 也就是20%的上下波动 只要不是傻子 那都会预测 当然我们不去抨击银行那边的预测 银行的话 咱们只能听一半 有的时候一半都不能听 在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 他们说房价 澳洲的房价会跌30% 在今年年初疫情控制好的时候 又转口说 今年的房价上涨 可能光是一年就有16% 所以说去年到今年 他们的变化如此之大 可以说银行那边出的报告也好 或者是分析也好 咱们听听也就罢了 千万不要当真 好了 回到正题上 他们对于澳元的估值的评价 主要也是来自于 目前澳洲的疫情 依然是全球领先 加上美国将会开始 24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 换句话说 搞了这么大的基建工程 自然也是离不开原材料的需求 换句话说就是 铜 铁 铭 油等等一些基础设施 所需要的材料 会再次从原先的中国的需求 改变为美国的需求 这是主要的方面 但是他们也说到了 对于另一方面来说 美元其实最近上涨也比较快 因为美国的疫苗接种率目前已经达到了35% 在发达国家中仅仅落后于英国 以这个速度下去 美国将会在7月至8月附近达到全民注射70%以上的目标 那么一旦达到70%以上 可以说疫情将可以大部分得到控制 那么届时美国将会正式开启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之路 所以说随着美国疫情的好转 美国的股市接量上涨 加上美国国债率收益率目前是10年新高 什么叫美国国债收益率呢 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少 不能说唯一吧 少数的几乎是零风险 保收益的产品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